当孩子学了押韵 您可以练习共同寻思 有多少押韵字 举个例子 您可以给孩子一个字 像是好 然后您可以轮流说些同样押韵的字 他们可能说咬 您可以说桃 他们可能说包 然后您可以说草 有时候孩子可能会说个胡闹的字 像是fall 这是无所谓的 重点是他是押韵的 这个游戏可以帮助孩子练习押韵的字 那么这是还有一个游戏